欢迎收听人生使用商学院 今天我们的来宾是黄大明 他说他有事情要问我 我觉得就是淡露姐身上呢 就是他有文青的灵魂 但是呢他最为人佩服的就是说 他没有文青的穷苦 我有两个人 我身上有两个人 我承认我人格分裂 对 一个是文青派 一个是商人 另外一个是商人 对就是那个文武全才你知道吗 只是我就是商人 我不是武将 对 但是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他当时候呢 本来是完全是对数字没有概念了嘛 那就是因为被朋友骗钱之后 所以他就会开始去念了台大 然后开始对于说 EMBA 对 EMBA 因为台大是更早以前 好啦 我跟妳讲 他人生的最低学历 大概就是台大 好不好 别人的最高学历是台大 但是他自听 该怎么说呢 对 对不对 因为后来他还去念了一大堆 有的 没有的 连学校的名称我都念不出来的学校 不好意思那都很好的学校 对啊 就说他就是太厉害 你怎么在描得不敢说 没有没有没有 现在念书很容易 对不对 第一志愿也很容易 我前不久还看到一个人说 我从小第一志愿 我说那你哪里第一志愿 他说是 某一个 大学的化妆品科 我说哈 那个大学我没听过 我相信你也不会听过 我说这样第一志愿 他说对啊 我就是第一志愿 我说哦 我终于理解了 我们的第一志愿 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可能只考一百分 一百分嘛 对不对 整个联考 现在叫做什么学测 所以他的第一志愿 就刚好填到那里 因为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收 对啊 不好意思 我没有批评任何学校 第一志愿是不一样的 不过他 就是淡路姐身上 许多的那个第一志愿 大部分是社会上面 都认为的第一志愿 这个我有道理的 怎样 你不能学校念太差 为什么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去念一个博士 然后那个学校本身不好的话 别人就是 看你是说啊 混文凭的 那念台大其实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你明明花了一样多的学费嘛 对不对 也一样多的时间 可是你的校园比较宽 对不对 比个声比较好听 你相信我从头到尾 从来几乎没有把台大证书拿出来找 找那个工作嘛 这有用啊 而且你不需要跟别人解释说 不好意思 我虽然学校念的不怎样 但是其实我是很认真的 你知道吗 他们老板会相信你很认真 还会故意跟别人讲说 你看我们这个妹妹 是台大毕业的 所以我很 我这个也是江湖智慧 我很了解 当你什么背景都没有 你知道吗 学历就是一个 纯种狗的狗牌 所以我们是蝴蝶犬 没有错 但我也很想要拿那个纯种狗的狗牌啊 可是问题是有时候就拿不到啊 不是不是你没遇到我 我很会教人家 读书 怎么考试 自己还自夸起来 那我要问的是说 其实大部分的文人不太会有这样的商业头脑 那就算有商业头脑也可以有很多的投资选择 我要问的是说 大家都比较钦佩的你的是 你在房地产上面的投资 你是怎么样一开始走路这一块 等一下哦 你要现在要点谁出来做台 一个是文青吴淡儒 一个是商人吴淡儒 你现在就让我跳一下整个 登 好 就是当一个商人来回答你问题 好不好 我要先从文青的吴淡儒 不对不对 这两个人根本不同人 他在我的脑里面 一个算右脑 一个算左脑 他们处理不同的事物 好 好那我那我要请你派出一个人来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现在用商人来回答你 那刚开始这个商人魂是很晚很晚才出来 大概是40岁之后 就是你知道我从 我是不小心有一点钱的 对啊就从20几岁 对 什么东西啊 其实我24岁就买第一间房子 可是那是因为运气好 他刚好遇到了我们这一个比你老很多嘛 就刚好遇到的那一年房子几涨 而我买的就跟你一样 先买乡下的房子 就是我们宜兰 他一年大概是就从 因为我跟你讲台北只要涨 或有通膨迹象 旁边的县市会开始涨 那涨到宜兰 就差不多啊 对啊就已经涨半天了 但是在中间是不是有个空档 对 所以我那时候刚好抓住那个空档 比如说那个房子我一百万买的 租人家一个月可能才六七千块 其实这个投报率看起来蛮高 然后后来呢 我还租给一个医院当宿舍 因为有四个房间才一百万 你可以想象那个年代嘛 嗯 结果呢我卖掉第二年我就卖掉了 我自己把它卖掉的 然后大概卖了两百四十万左右 那所以我有了第一桶金 可是后面的理财其实是失败 我有买到 无法卖个房子嘛 我有跟你讲对不对 就是换房换错了 嗯 那到差不多三十岁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哦 其实中间那个八年多坎坷 你真的不要觉得你作家路不顺 我才不顺 我从小的一直想当作家 那中间有出了一些稍微畅销的 或者是帮人家这个代笔 或者是写电影小说 其实那个也没有卖真的很好 比如说古领街 或者是无言的山丘 那其实是跟人家合作的电影小说 那只有那个有卖钱 我自己写的全军都覆没 真的 然后都只能卖三千本 每个人都在检讨我 说你既不温柔敦扣 也不有趣 没有幽默感 我真心不骗你 就我既不像 这两个都是我非常好朋友 我既不像张曼娟 也不像侯文雄 我真的也很想像他们 但是我真不行 我其实有我的那个 瑞丽的地方 我自己很清楚 但是三十岁那一年 我突然有一年 真的那一年的版税 我是突然 就写了八年突然红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就突然发现 什么出版社每个都打给你 以前不屑一顾的 老板还跟你说 我跟你讲 你要是没有在我们这里出书 你就不算是知名作家 你看老板都跑来找你 我觉得出版业 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本身 还没有做出成绩的时候 每个人都可以给你很多的意见 对就是很多善意的建言 告诉你你该怎么样调整 或者是你该学学谁 或者是呢你应该要在什么方面要加强一点 就是会给你非常多的建议 但是呢就是不会跟你签约 是但是因为我听久了 我后来你会发现我有点独断独行的对不对 我就by my way就好了 因为事实上如果当时我听了他们 我不过把自己搞的事不像 猪不像猪狗不像狗 老虎不像老虎 然后到了三十岁那一年 我把故事讲短一点 前一年还可以退税四千块 你知道吗 那个就是灰姑娘 这有点像麻雀变凤凰的那个电影 直播人家是在主街女郎 而你在写作 就突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个时候我的那年的我也没去看 你知道我连户头都可以不要看 我只知道我的书好像那年四月开始就卖得不错 可是其实那年我弟弟去世 我们家遭遇很多事 所以你知道我没有心情 那我就是只能用写稿在麻痹自己 就到了年底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我觉得好像天降奇迹 账户里面有一千多万 有没有想过这种事情 我没有想过 我也没有遇过我账户有一千多万 然后我的 那时候我在当报社的编辑 年薪都加起来就是六十万 结果那一年我抱着两百多万 就请一个会计的阿姨帮我算算算 发现我要报两百多万的现金去交给国税局 我从那一刻开始 然后他就一脸愁苦的看着我说 我怎么算就是这样 你为什么都没有做开工作室 开公司 做结税 我说我怎么需要呢 因为我还想着退税啊 好那这是一个起点 可是其实我后来发现 我不理财的一个很重要的严重的问题是 我不耐烦 你不耐闪 我不喜欢去跑银行或做一些琐碎的事 其实我到现在还有这个性格 对你有 你看我宁愿在家里画图 对不对 对 或者是反正我不是什么钱都爱赚 因为有些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我不要做 我现在已经够吃饱 就是因为我的自由比较重要 所以有些事我是不干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我其实就是不喜欢跑银行 我后来发现 现在当然你不需要跑银行 所以我现在各种APP都有 什么中信银啊 有没有远东银啊 我全部都用网路 连国外的东西全部都用网路跟电话 我觉得这样对我很好 所以我会理财还是IT慢慢降临之后 可是中间有一段空格 也就是我开始有了一千万 跟后来 所以那个时候很麻烦 那就会有人来帮你理财 但其实我找的已经算是很可靠的 我这样看着你是因为你看 钱少了我还说他很可靠 为什么 因为有的是我以前的 他的职业也是律师啊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曾经很熟 而且也共同有投资某一个东西 那直到呢 他就很认真的说 你不会算 我帮你理财 我帮你跑银行 我就觉得OK 直到有一天 我的秘书跑来跟我讲 说明明他是 我自己有一个秘书 我一直有一个 等于是助理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主持节目 他说没事 比如说我只是要请他去领 三十万现金 或我现在要需要现金做什么 那个帮我管账的人都故意让他等很久 然后就跟他说 或者说明天再来 我心里想说这不我的钱嘛 后来我决定就跟他说你所有 你看我都没看耶 你存款不 从头到尾 从你帮我管开始印给我看 他不要 所以就很有问题啊 只有一个问题 直到他交还给我 所以我就说我赚的钱没有我想象中多 你看第一年 只有那个中间还好 我家附近本来 我还有买一间很漂亮的工作室 我大概 那时候我付现金付了一千五百万 我买房子他很舍不得 我还没有发现这件事有问题 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收到了一个政治现金 我有没有讲过给你听 这最好笑 有有有 对 我真的捐给某一个党的候选 然后你不知道 而我还不是那一党 你知道吗 其他说这可以结税 后来发现都不行 然后所以他 就是说 我后来很讨厌一个这样的人 就我们后来就没有联络 我就说 有一天他的 额 立案事务所就被偷了 里面有我的支票 反正他说了很多谎言 也就是 比如说我出版社收到支票 有没有 他忙他嘎在那里 他都不管 然后他把我的钱拿去政治现金 他也不给我账目 但是我后来也没告他 因为他的背景也是律师 那我是觉得说 好我就算认识这一刻 可是到这时候我还没觉醒 其实我影剧圈那时候 所有的收入也都是经纪员在管 我只能说 就说 虽然账算的不是说真心很合理 但是还有基本的诚实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那个人生实用商学院不是谁讲谁偷了你的钱吗 对 你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说 你当时收了一千万 其实之后的收入也没有变少 你捧了两百万过去 那你过了十年 你应该算一算觉得自己好有钱 对不对 没错 可是没有 你要发现说 我怎么只剩下那间一千五百万 我现款去买的那个房子 我真的没贷款 我以前也是那种不贷款的人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从我二十几岁一直到三十几岁 物价涨了多少 涨很多啊 所以你现在看到我家这个房子 是我三十五六岁的时候 买的 我才买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早一点会投资的话 我就很厉害 而且我大概在 还好啦 其实以前种种都是养分 我大概在三十五六岁之前 真的很庆幸 所有跟我借钱的人 都没有还你 真的都没有还我 所以我现在 我为什么没有赶上那一波 我现在有一句名言 就是说 老板 你既然不要来跟我借钱 我会帮你想办法 比如拿你家房子去抵押 你不要来找我 我那时候真的 后来跟我借的 我就不借了 因为我觉得 那个借的理由真的很可笑 比如说我以前在报社当记者 你有没有看到那么小白的记者 就你的主管要买车 跟你借钱 好惊讶 对不对 他也知道你薪水可能只有两万块啊 然后你就省事检 就把半年薪水借过给他 后来你要离职 你说那个钱可不可以还我 他说你有借据吗 哇 我以为你要给我 我心想说你是谁啊 还有就是 比如说我好不容易买几张股票 那我朋友 我看他被古有色卷走了 财经的记者 你知道我那时候 不过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震撼 就是说 你怎么每天 说股票 说得好 结果你自己拿 把钱都拿给古有色 然后全部 几百万都不见 我还把股票 给他 让他去放空 你知道吗 然后比如说我 借给他的时候 是十二万一张 他后来跟我说 我现在也没办法买回来给你 但他有还 我说可是现在是六万块一张 于是他就把六万给我 哇 然后 很多啦 还有我家的房子 被我们的一个亲戚 拿去抵押 就那时候我还住在那里 有一天 他跟我说 叫我给他钱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 就我爸爸做的 然后和我妈 就是那个 我们家买台北的房子 本来在南昌街 就有点有个亲戚记的一封信 那时候我在 刚出书没多久 但是不太有钱的时候 就跟我说 那个房子被抵押了 然后 我现在缴不起贷款 明天就要发派 我那时候这一头雾水 我们家唯一一间房子 怎么会被抵押 我问我爸 我爸说不知道 我问我妈 我妈才说 有人去跟你要钱哦 其实那个贷款 每一个月都是我在缴的 就是他自己的亲戚 然后那个人还跟我说 叫我每个月给他十万 对不起 那时候我薪水三万 因为不然我家会被抵押 我心里想说 你真的是要把我卖入青楼是不是 可是我是法律系逼耶 我后来去查 我后来终于 你知道吗 有人就是硬起来了 然后去查才发现 我家那个贷款 当时的贷款 也贷不了太多钱 对 缴到剩十几万 后来我就把我家贷款付清 但我没有每个月缴十万给他 否则 这个亲戚 把我当摇钱树 可是对不起 后来他还跟我妈 我爸都很好 我真的觉得 他们真的好宽宏大量 他不断地把我家的所有房子 拿去抵押 然后呢自己把钱花掉 叫我爸妈付贷款 所以我爸爸才说 他本来是补习班老师嘛 他才说 他有一天七十岁的时候 我爸跟我哭诉耶 因为他也不管钱 我的态度本来跟他一模一样 那他就说我妈妈管 但我妈就是一个 我必须说他是一个耳根软 你应该认识我妈不是我 不是 我觉得你们家很厉害一点 就是说一般人的房子 被拿走一间 就已经会 就只有那一间 对不起 在台北只有那一间 对啊 那就不会往来啦 没有 我觉得他们 我觉得我爸妈很厉害 我不知道是不是 应该要跟他们学习 但是我后来才发现 我爸爸所有的钱 都是被我妈拿去送给亲戚 所以我才会 比如说我念台大或念什么 我都在公读嘛 其实因为我妈都告诉我 他没有钱 我才知道说 为什么我爸爸教书教理 一辈子没钱 然后到七十岁时 我爸还跟我说 我真的不相信我没钱 因为他以为他赚很多 因为他们都不管钱 所以后来呢 其实是到了 大概快四十岁的时候 我刚进台大一年毕业 三十九岁 我真的觉得说 我那时候突然的 就是慢慢慢慢觉醒 感觉 因为其实那时候的 那个旁边是 跟郑宏怡在主持节目 我觉得他好聪明 他讲理财头头是道 然后他出了一本理财书 超卖的 对 超卖的 其实我当时看起来觉得很厉害 当然他讲的也是概论性的问题 然后我就想说 怎么样可以这么厉害 其实我本来就 三十岁的时候我就有赚到钱 怎么到快四十岁 我也感觉我爸爸跟我爸那句话 又冲到我的脑门 我很怕七十岁跟我爸一样说 我真的没有钱 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去念EMBA 但是我刚开始的出发点是错的 我的出发点叫 我只是想要理财 可是其实EMBA没有教理财 他只是教你概念 对 可是你念了EMBA之后才开始接触房地产吗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走某一样东西的投资 一定是在那边有了甜头跟获利 然后你才了解到说OK 这一种投资其实是值得继续往下走的 可是听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听到房地产还更远 其实我的房地产是无心插流 其实我开始的房地产是2006年的时候 对 我其实那是直清那时候我念完了 你看06年我是94 英国94年念EMBA 06年我刚好毕业 我是07年开始做 有海外房地产的第一二个投资 但是我的确 我现在现在必须说啦 就是记者问我我一定不会说的 因为我们都是公司嘛 而且都诚实报各国的账 其实刚开始是 就是我之前有跟你说 我本来住在永康街那附近 可是我有发现 什么三十几万的时候 朋友借我房子住 收我很便宜的租金 结果等我搬家过几年 发现他一瓶要100万以上 也就是说那个房子 只有房子能够 当然这不是always都这样 就是说在之前的成长历史中 只有房子能够盖过通膨 确保你的获利 对不对 跟着时代存长 这句话后来并不是很成立哦 那所以在那个念完EMBA之后 其实我做了一件措施 你现在想一定觉得很奇怪 就是小熊书房 很有名啊 对 大概很费力哦 然后有各式跟他解释不清楚的 就是如果有谁想要来分钱 然后你不给他 他就告你一笔 因为你是台面上的人 对 我现在退休了 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 我也没说是谁 反正其实有很多的暗流 你看不清楚 然后本来我只是买个房地产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我阿嬷生病 我本来是想要 因为我无聊 就跟朋友去看房子 可是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还是没有知早 我要讲的是2007年 2007年我同时在上海和香港买房子 你如果懂得历史你就知道 那个时候非常聪明 可是我有点好奇 一般人不会轻易的去走海外的房地产 因为我是旅游记者 但是我现在比较能够观察 什么样的GDP会成长 我现在要去念博士 我要写这个论文 经济学的论文 就是说一个国家的GDP 到什么样的程度 或者是国民所得到什么程度的话 人会买房子 而且房子会涨幅最高 怎么样 这很有兴趣 但因为我是旅游记者 所以我很习惯 其实在大概在40岁之前 我的南北极应该都去过 而且到达巴黎是我家 东京也是我家 那个上海也几乎快等于我家的程度 所以我对国界没有什么惧怕 必须这样说 而且那时候的管制真的没有那么严 那我的很大的战役 就是前头如果你要说的话 其实台北的房子刚开始 我就说本来有赚钱 后来就赔在那个坟墓旁边的房子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我自己的台北的家是 就是贷款老早就付清了 然后我还有收入 我在上海还有在香港 我2007年同时买了两间 你要知道在当时这个负担挺可怕 那时候我先生在深圳 那去香港那里我硬要买那一间 真的好漂亮 那个社区50米泳池 完全像个韩币楼 然后我买55楼三房海景在香港 那个虽然我必须说他的客房没有我的现在 在我家的浴室大 但是那个三房海景在香港算是豪宅 ok 一当中要一批 大概台币90万 算便宜啊 现在来看 像那个270 然后那时候我硬要买 然后我要去搭飞机嘛 因为他刚好就在机场快线旁边 那我老公要回深圳 他还跟我讲说 你真的要吗 我说不行我一定要买 不知道的 有病 那时候还是有病嘛 样子无病嘛 可是那个房地产公司 房癌啊 看到房子就想买 对 那时候就是只有 而且那年我还刚买了上癌 你知道吗 而且那个叫做 那个房地产公司 我只要告诉你就知道我做的是对的 辛鸿基 ok 所以 后来 你知道这两间房子你先不要说赚钱 其实他们并没有 比如07年买 08 09 并没有赚 因为持平而已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呃 08年 之后 金融风暴 ok 我那时候 我 我为了要去买香港 他们 你知道那时候还是花旗银行借我钱刷卡 付头7块 而且他打那个国际电话说 刷得过已经很厉害 我没有钱 我身上只有200块港币 但是 我不是有无限卡嘛 对 那时候我刚好有一张 他就是你借我钱 他说好 然后 最好笑的是 呃 但那两 那两间房子后来都是赚 赚的 你现在一想就知道上海跟香港嘛 但是过了很多年 可是重点不在于赚 在于他不赔 这时候我还没有房地产概念哦 因为金融风暴 因为当大家都在跌的时候 你还能够不赔 你就是已经有卡住了 我那时候股市自己在乱玩 嗯 也不知道买些什么 反正现在你问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以前没有ETF 我为了要买香港那间房子 大概三千万还是多少 我那时候还不是傻傻 又借不到国际贷款 现在我借得到 以前借不到 你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吗 什么 嗯 我把股市 所有股票 全部赎回 为了要现金 结果 我赎回 不到三十天 金融风暴开始 天哪 可不可 超好运的啊 就是房子救了我呀